这队友直接被补掉了 这个站位 Summer那边也不敢停车去接队友啊 坦克最终还是被撂倒 MCT肯定要赌博桥了 因为这个圈形本来就很适合他赌这个桥 是的 但是桥头 经典这边人数并不是很多 直接选择开车从桥下面那个通道 我们这个在世界赛上面 开过很多次 他主要是怕上面的那个位置 就没看到那车 先过去的G4 Baby 样根儿没看到这辆车 因为是在反驳后面 这太难受了呀 你就受不了天 你说这个圈在右下角 你给他左上 没问题 音音 上一把是永远打了音 这把是112打了音 哎呦 盖利维这边直接被白龙马给击倒 但是Crazy Air 2这边得手 白龙马直接被放倒 他在那个位置补不到 不击 玉宇来 这波这边开车 也是进了第一时间那个支援 小路的远点 架强95K直接被撂倒 打一波天枪 没问题 小路的话又拿4分 就对于方面来讲 他现在这个圈 机长这样的一个圈形 你过枪点速还是说配件方面的问题 他是不怎么吃配件的吗 Mini这把枪也是 对 然后但是就是比较刮 那就是一定要这个有很强的快速连点的这个能力 这个技术 我们看到就欧美选手在这方面是特别擅长 我们有一段时间基本上全员大炮 那在大炮被修了以后 那目前就是说Mini这把枪加上世界赛的一些经验 但是还是非常值得用的 挖满那个位置确实也救不了 刚刚高兴尝试性的给了几枪也没有击到 回撤了 来得太晚了 SMS直接是在捕鱼 那肯定是不能放你走了 我倒了以后还游得这么开心 上岸之后也没办法呀 求生欲望很强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就看小天个人的发挥了 最后被淹死了 这没办法 不给分了 不给分了 很奇 揭翻 来这个赛季 没问题队友的补枪 这边王老师往前顶 洗了把头对面一撕血 三圈的伤害直接把他给垫到 这个人头要补 不然的话真不是他的 哎呦 豆子 豆子今天手感真不错 但是现在的位置直接被锁死在那个地方 对面扔了第一波时间的投注 一起稍微大了 洗死个再给颗雷 他的雷就扔得比较好 先补一个 是 八五七是被篮圈带倒的那个人吗 呃 李白是 那他等会这个头还要补 不然的话分不准 测身 哎 老菊又被豆子炸倒 那近点还得看龙斯哥单挑 小九扶不下来了 这的血量太低了 好 打倒 哦 李白没了 李白这个分数没拿到 对 确实 他亏了呀 就是李白还是 确实没没读错信息啊 就是他被垫倒的 对 继续夺 方便片带着分过来跟你打 他的心态不一样 小鹿直接被补掉 我蹲一个楼梯角的这个位置 这挺近的 但他漏枪了 这边要亲 但是没有听到吗 对 啊 双方都没听到 这 12没听到 脚下有人开枪 又到了RBS疯狂的 抽把环节 林树 给大哥大嫂来了个拜年 自己摔倒了 是 车锁有点太快了 跳急了 被补掉了 这就可惜了 他脸上有人 一臂打下车可能摔倒了 脚崴了 漂亮 七七 天马如果这边能打赢的话算是个弱次 啊 Forever也被放倒了 这样的话只剩高的V一个人在后点 哎呦 那这样看来还不如再瞧 东西两侧的表演了 啊 王老爵 被蓝琴给带倒了 要啊 不多了 没什么要了 嗯 博良看能不能有机会竞选 其实龙斯哥那个位置 反鞋还能呆 FTS还能玩 对吧 嗯 DT 哎呦 修脚师傅 这个脚修的非常的有效率 一瞬间就完成两班啊 枪法一半这么强 线下的敌人的位置还是在悬崖边上 这个已经听到了 嗯 原理有CTG的枪线 不敢太帮自己脚底下的队友去架枪了 是的 这辆车已经开走了 这个看到开到坑里面就知道短期内是没机会了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从 但方面这把也是有六分 对吧 对有六分 哎呀 这分没K到 对 这是篮圈带倒的 但是他没有拿到这个分数 哇 后面拆枪 哎呀 两个人都是最后一枪死斗啊 那圣子也跑不掉的 这个是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一个胆识 林强 这里供点之后被十二月在山顶放倒 刚才就是你打的我 林强 现在卡了 嗯 拉左边 马路的 哎呦 这个拉枪 莫子里今天上场感觉还不错 反应速度很快 对面也没有打中自己 只不想给你拖太长的时间 直接全摆 打两枪 漂亮 没问题 萨姆尔这个位置被放倒了 背后SMS是T9 对 T9也就是一个独狼 他也是想推销 在山顶的十二月将他放倒 哎呦 我突然间拉了一个人出来 吓死了 估计啊 这个视角真的标准老六移动啊 真的 特别有意思 就一个人暗凑凑的横向移动 感觉像看动画片那种感觉一样 天霸在这一局最恶的一生 被天霸给解决了 天霸现在也算是 小灰真的今天的手感挺不错的 头部继续 自己流血霉了 你看小杨 刚才这个头如果是他打倒了 他肯定就补到死 先把它补掉再说 他已经帮队友补了两场了 对吗 龙四哥这边是放倒了好死根 哎呦 死根打死根 FTY两个人现在碰到手感震加的龙四哥 一个雷过去 有机会能补 漂亮 龙四哥再拿一分 坡下面肯定是不好打的 坡上面的话呢 又有其他队伍的一个枪线 这边只有一颗树刀掩体 赶紧先封一颗侧身烟 让自己的活动范围更大一些 这把FTY的位置实在太差了 不然我们是真的有机会 直接见证龙四哥破 900淘汰的这个记录 过点已经被打得大残 贴到反坡 很勇啊 他看来想在这局结束这个战斗 这边动车的时候 许神把鹿鹿撞倒了 二道伏笔 波良帮队友 打两枪 然后爆点给队友 龙四哥一个雷 定位 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是Airball 再来 对方位置已经换了 你的位置 打一个侧身 哎呦 压不住了 距离太远了 这边龙四哥也是被带走 这样一来的话 止步于此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对 这波确实 762在后面的话 他尝试性在做一些修正的 这个动作 但是不好修正 哎呦 又来一个雷 完了 这刚才撞倒自己人是 埋下了很大的一个伏笔 穆斯里再过来收分 穆斯里这把已经是 单人拿到四分 而且他进到了 前六名 那就是加上排名分 就等于六分 被放到 现在 巨幅自己的近点 还有载具吗 一会儿的话呢 这个篮圈缩过来 还有很大的一个过点的距离 因为愚人那个后楼 还有一半是在圈内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RBS等会 看来他应该是直接想把 这里给解决下山问题 Ebaby是被爆头了 小灰灰 现在巨幅好像来不及服人 他想打对方过点 但对手这个时候 其实近点就一个Ebaby 愚人在 小五弟那边是可以 第一时间听到愚人的动向的 这个时间点 队友刚好被扶起来一个 小灰也被 想补人 愚人又打一个 残血的 直接爆头 小羊是一丝 小羊呢给到脸上 铁波只能往后拉 小羊还是要打药 太血太残了 由小灰过来完成补枪 正好一个过点 正好一个过点 下来的话巨幅还能服 还能服 巨能服 巨能服 最后一枪 这是木子里枪法上面的失误 是的 是的是的 这个Cobra其实是很晚才还手的 但是进不了圈了 很可惜啊 木子里没有能够为队员 再拿两分 再拿两分 小羊周这里是被KRG击挡的 KRG是趁机拉出来了 要压榨巨幅的生存空间 是 另外一侧 南部这边的话 I7确实上山不好 上RBS那边的卫星楼 还在圈内 这光秃秃的 第一时间没有看他给一些投资物 居然让他摸上来了 但是自己也被瞬间放倒 没事 旁边还能服 队友补枪很快 结果好像没有什么仇恨 可以服 在炮楼那边巨幅的小羊是吸引了RBS所有的注意力 所以这一波让I7是直接上了山 TUTAB这个位置吃了一枪头 想成头之物 服服服 让Gizbaby帮帮帮驾驾 直接先把这个分给他补掉 菠菜顶了刚刚TUTAB的位置 给他一个打药的机会和时间 医疗箱直接敲满 舒服的 哇 这个过点是不是有一点 太大胆了吧 没有必要吧 就是你为什么要往这边拉呢 我没看到 因为你决胜负的位置肯定是不在这里 主要是那个位置 山上即使菠菜没打到你 旁边还有一个TUTAB 对 想要那边是被RBS解决掉 RBS现在可以腾住手来处理I7和KRG之间的战斗 身上所剩的烟雾弹不多了 哪 肯定是先进圈了 这一把就打梅花装等对方下山了 TUTAB被手雷雷倒 这个位置在靠近圈外的位置不太好扶 哇 险境 这真是险境 这个人根本不用补的 蓝圈马上刮到他 这种变化来说的话也挺正常 这种操作 就想先 先就是稳定住这个 是是是 先拿到这个分 好 现在是一个阿达 从位置上来讲的话 比起来还是不好说 侧身漂亮 没有任何的失误 一个60米的点射 全自动将对方扫倒 Monster这边是 跟对方对过枪以后 已经锁定对手的位置了 就比较迷了 妹妹也是知道自己救不了 然后往前跑 尽可能的再为队友去报报 12月跑位的一个信息 是的 现在 G4BB很难受 他必须得要等着这个篮圈 先把RBS在这一局 八个淘汰成功成绩 这样的圈形之下呢 RBS作为这N港的队伍 确实呢 持绩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是的 他的 这个山顶的位置 一直到决赛圈 都算是踩了一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